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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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丁建华 著名配音演员 23岁考入上海电影艺智场以后 因在日本影片《追捕》中 为女主人公真有美的出色配音 一夜成名 家喻户晓 由她担任创作的八部艺智片 《亡命天涯》《国际女郎》《追捕》等 也分别获得金鸡奖和政府奖 在美国影片《昏迷》中 因为她的出色配音 获第三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学会奖 从1976年任上海电影艺智场 配音演员兼导演开始 先后在近200部艺智片中 担任主要配音《成绩斐人》 是观众心中 我最喜爱的女配音演员 丁老师 上海人 祖籍山东 这个什么时候练就的一口 纯正的普通话 小时候有一个语文老师 他从北京驾到了上海 我非常有幸地 他是我的班主任 然后当时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一 二 三 四 就一点点地教我们拼音字母 拼出来的这个普通话 这才是中国人 及天地于方圆的 大家都要说的普通话 我就在老师的 一点一点地教导之下 后来举一反三 就是热爱上了普通话 对于我们从事我们这行的人来说 一个语文老师是多么地重要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声音的魅力呢 就考入一支场之前 这个魅力是一个农场的这片大地给我的 在农场里边 我上的小学 春 中 秋 收 夏 芒 这些季节的时候 我们学校都会放假 去摘棉花 插秧这些活 我们从小就干 到休息的时候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朗诵好 也喜欢唱歌 那些贫下中农 知识青年都说 建华来一段吧 人家那个声音刚落 我就从那个打鼓场上 坐的那个草垛上 我就站起来了 麦浪滚 就唱麦浪滚滚闪金光 然后朗诵毛主席诗词 永梅 所以他们都夸我这个声音 像百灵鸟 所以我对自己的声音 从小就有一份自信 有一份喜欢 我也靠着自己的声音 考取了部队文工团 所以声音给我带来的 都是快乐 都是幸福 织女莫入母 在那个没有电视机的年代里 母亲发现女儿小建华 十分着迷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 便攒钱为女儿买了台 熊猫牌的收音机 从此丁建华便经常趴在收音机旁 感受着来自声音的魅力 当时她特别崇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一位叫陈纯的播音员 发觉连她播发天气预报的声音 都是那么的动听 您怎么走上这条道路 我的声音是经过严格训练的 16岁的时候就考上了部队文工团 我又是一名话剧演员 所以我在用声音这个上面 我是很下功夫的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 对着我们文工团前面 一条东前湖 我们伟大的祖国 就心里边就想着 我要让湖对面的那些渔民们 都能听到我的朗诵 然后就这个声音 在使用上面游刃有余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 也许我现在年纪大了 不愿意太使劲地来说话 要摆在舞台上 摆在观众们面前 可能我会用我的底气 来传送每一个字 但是平常生活当中呢 就是特别随便 特别随便的时候 连我爱人都说 你声音并没有那么好听 但是一到工作状态了 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缘的灵梢花 借你的高知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 为绿音重复单纯的歌曲 也不止像全员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像显风 增加你的高度 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我们有一张丁老师的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17岁 您记得特别深处 当兵一年 当时心里面的 对于将来的前途 发展方向就非常明确 要考虑上海艺制片场吗 没有 对上海电影艺制场 是一个不认识的一个事物 然后有一次 曹大年老师就告诉我 上海有一个电影艺制场 他觉得你的声音条件 和表达能力 完全可以做一名 合格的配音演员 我就问他了 我说配音演员 是一个什么工作 你看过列宁在1918 列宁在10月吗 看过啊 列宁同志 给我们点武器 给我们点枪 牛奶铺了 面包会有的 牛奶也会有的 哇 西里耶夫呢 各种各样角色的 这种声音 就在我眼前出现了 这一个一个外国人的 这样的一些 栩栩如生的表达 您刚才说这段台词的时候 它整个是放光的 你知道吗 后来我当时就想 配音演员怎么那么厉害啊 居然能把外国人的形象 配成普通话以后 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你丝毫没有觉得 配音演员这个工作的存在 那我就觉得这就是 语言艺术当中的一种最高境界 我就觉得配音演员 就是我所追逐的一个工作 您也应该有自己的偶像吧 当时 我有偶像 每个历史阶段 每一个成长阶段 都有不同的偶像 但是有一个偶像 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甚至于我可能 一说到他的名字 我就会 我就会非常非常的 那种 那种激动 那种感怀 甚至于感叹 他怎么没有活到一百二十岁 他就是我事业上的引路人 而且是在我做人方面的 一个榜样 一个先生 他就是我们意志场 意志事业的奠基人 我们上海电影意志场的 老厂长 陈旭一先生 陈旭一 上海电影意志场的 缔造者 和中国电影意志事业的 开拓者 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缔造了我国 意志事业的辉煌 诞生了 《佐罗》 《追捕》 《虎口脱弦》等 一大批经典意志片 培养出了 《秋月峰》 《李子》 《苏秀》 《童自荣》 乔真 丁建华等 一大批深受观众喜爱的 配音演员 因为由于疏忽 由于觉得 还有明天 对我有恩的人 我会觉得 有一些对不住 有一些对不住 因为他们如果还在 可能我这遗憾 还会少一点 如果他们真的离我们而去了 有时候想到的就是 我怎么没在她走之间去看她 陈旭一老师呢 因为已经去世了 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 她的女儿 陈晓瑜女士 来掌声欢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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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扎帽了 扎帽了 来 请坐 你也是上海人 我上海人 您今年多大年纪 我比她大三岁 您还大到三岁呢 当然 小于是50年的 我是53年的 那你们认识得很早 对 她进场 所以其实您考进艺术厂之后 还记得第一次 见老厂长的印象 就她父亲 其实老厂长平时不太爱说话 非常深刻的一个男人 但跟你聊得起来 聊得起来 因为我比她女儿还小 她在家里一儿一女 但是陈旭一先生 特别偏爱小于 她长得又跟陈旭一先生 可以说一个母子 一模一样 真的像 年轻的 潇洒的陈旭一 开始您说 她是个深刻的男士 我以为是很严肃 但是你看上去特别和蔼 但是她又是一个很幽默的男人 这张照片我一定要说 这个是她拿到翻译组 然后跟翻译组的人说 漂亮吧 这个就叫小生 然后那时候我们进场的时候 她的那种自信 她的那种力量 是任何一个人 所不及的 所做不到的 她就在业务上 你不让她发言 她坚决就是引领 这个戏一定要这样配 不这样配的话 那就是不及格 你怕她吗 我还真没怕过她 一开始你也没怕过 因为她没有让我去怕她 她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件事 都是让你觉得 可不是吗 是这样的 哇 她怎么会这么来理解这件事 这么来指导我这个角色 你老是处于一种 又学到了 又学到新东西了 所以是一种崇拜之心 悠然而生 她敬重她了 所以我不怕 但是她严格起来 也让你觉得很好 很可爱 很好玩 比方说 我在食堂 吃了早点以后 拿着洗干净的碗 甩搭甩搭就从食堂 往录音棚那个方向去 然后陈厂长就在后面 慢点走 慢点走 小丁 停下 停下 什么事啊 她说把嘴巴张开 我嘴巴里含着一块糖 我就啊 张开了 她看到我嘴巴里那颗糖 就把手上的一张糖纸 这个是你扔在地上的吗 不是啊 我没扔在地上啊 不对 怎么那么巧 你嘴里有一颗糖 我手上有一张糖纸 怎么就不是你的了 我说怎么那就是我的呢 然后我说 你让我看一看这个糖纸 我说 我嘴里是奶糖 是软的 你手上是水果糖 我嘴里这颗糖不是这张糖纸 然后陈厂长就说 我相信你 你不会说假话 我就觉得当时的批评 烟消云散 我就觉得就又像吃了一颗糖一样的 甜甜的 然后她说 我为什么要抓这个东西 她说我们厂里的那么大一个操场 都是清洁工 很早起来 打扫干净的 他们的劳动 为我们赢得了一个 干干净净的创作的好环境 她我最不喜欢那些人 甚至于我讨厌 自以为自己是创作者 这个文艺工作者 而丝毫不去尊重别人的劳动 我特别讨厌这样的人 要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 她是个很较真的人 也是个很顽固的人 她有一次 我在厂里他们告诉我一个故事 有个巨物 她一个人在办公室 开了个风扇 老头每天配音前 她在厂里斗一拳 一看她一个人开个风扇 她没说话 就把风扇关了 然后走了 过一会儿那个区物觉得 又开了 太热了 她又开了 她真没想到你把真觉 她又过来了 她没说话 她又把风扇关了 然后走的时候看看她 敲敲桌子 她说我懂了 我到演员休息室 一块去吹风扇 一个人开个风扇 不行 那就真是 我终于理解你所说的深刻了 就是她很多的话都意味深长 但却并不刻板 对 在你心目当中 父亲是个这样的人 在我心目中 我爸 他是属于那个 一碗水不端平 往哪边偏呢 往我这 他跟儿子 真是就像两个人的战争 但是呢 我觉得也对 儿子是上辈子的仇人 女儿是上辈子的情人 这不一样 您还记得在老厂长的带领下 您的第一部配音作品是什么 我的第一部主要的配音作品 是顾湘 她对我意见最大的就是 有时候放声叫出来 像唱歌 我里边有一个 我的丈夫叫松夏 松夏开着渔船去捕鱼去了 然后她的妻子就是我配的 我就要给她拿一个什么东西 你忘了 然后远远就叫她松夏 然后我那时候 因为进场没有多少时间 我就冲着要叫出来 松夏 松夏 就这么喊 你在文工团是话剧演员员 还是唱歌演员 后来我说话剧演员 但是我也经常唱歌 就她说到了一支场 这个发声方法要改 在舞台上还可以用点假声 你这个配音 松夏 这好像这个人在练唱歌似的 不可以 然后我就看着自己丈夫的影子 松夏 松夏 就这么喊了 然后老头特别鼓励我 这个小姑娘真聪明 我从此就克服了这个毛病 下意识的东西要拿出来 马上想到 这个小姑娘真聪明 真不能白表扬的 这个要做到 对吧 举一反三 就一个戏 让我克服了一个毛病 我可以明显感觉到 您说的老厂长 肯定你的话语的时候 你脸上是非常骄傲 进场后 进步神速的丁建华 担任了很多电影主角的配音工作 那时候丁建华母亲 要从崇明县新海农场搬回上海 就向单位请了一周的假 可不巧 丁建华刚到农场 就遭遇到二号病 虐疾扩散 整个江苏省都封锁了 解封不知时日 老厂长只好把原本丁建华的主角 替换掉了 不耽误工作 对丁建华来说 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 可当半个月后 他回到厂里 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当我跨进这个副队间的时候 陈厂长就做了一个动作 说了一个stop 就停 然后他就 我们再把角色换到 我第一次安排的那个演员表 但原来那角色已经有人了 已经有人了 而且人家也在工作了 但是陈厂长他就觉得 他这样安排是他心里头的一个 最准确的安排 我当时有一点尴尬 因为我最小 我才23岁 然后我就说 这样合适吗 我就自己嘀咕了一句 然后陈厂长就说 工作上面应该当仁不让 这是对工作的一种态度 一千让 你的自信哪里去了 你对工作的热情哪里去了 工作就是工作 他不是千让的时候 然后我就坐下来对了 把这口心对完 他说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想到你那句话 一碗水不端平 但是老头有一点 他一定挑最合适的人 然后他也会补偿 比如说有一个戏 有一个老演员 嗓子哑了 就我配了 我已经近棚录音了 这个老演员知道 有这么一个戏 跑到场里来 我现在已经好了 就应该让我配 我现在已经好了 我已经好了 老头立马 小丁 对不住了 你的前面的工作 只当你锻炼 你听听某某某 他是怎么来配这个角色的 你也可以学习学习 他有自己内心的一套标准 对啊 你觉得他很严肃 其实他心里特别柔软 特别用自己的心 去设身处地地 站在别人的心境上 去想一想这个情况 然后做一些弥补 让你也觉得开心 他这么欣赏你 然后对你唯以众人 有没有人会不服 这安排不公平 有没有 有一部叫追捕 还有一部叫妄想 这两部片子呢 宣布供应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老同志 配了那么多年戏了 他好不容易有公开放的片子 大家都跃跃欲试 都想来参与到 公开放的配音演员 谁谁谁谁谁 因为都有 要找到一种存在感嘛 对吧 我觉得心情特别能够理解 然后都安排得 陈老头觉得特别合适的 这两个戏不是培养人 这两个戏是使用人 正在这个时候 演员表贴上去了以后 就有一部分配音演员 就把这演员表接下来 放到老厂长的办公桌上 说不公平 为什么主角都是他 结果第二次再贴上去 还是我 又接下来 第三次贴上去 还是我 于是 情绪很大了 陈先生就发火了 到最后一次他就说 你们再接的话 我要报警了 更何况真优美 是他最合适的 都车先生 快上马 有人告密了 来了三百机动队 街上都被封锁了 快 快上马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喜欢你 你父亲要担心的 快回去吧 我爸爸出卖了你 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我是你的同谋 我是你的同谋 我喜欢你 我在配戏的时候 毕克老师说 你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 为什么 然后我就特别甜蜜地 说了一句 我喜欢你 陈老头就在外面 这段不能过 这段不能过 他就把录音棚 使命地开开 他冲到了这个录音棚 这段过了 过了 重沛 怎么了 小丁那句话说的 就像他在跟 彭志超谈恋爱 这哪是他和杜秋 在这个时候 应该说的语气 后面有追兵 前面 前途渺茫 不知道该把杜秋 往哪里带 这种时候 他心里又特别得意 杜秋总算跟着他走了 一开始是 你回去吧 你怎么怎么 后面所以觉得 又怕连累这个女孩子 你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 为什么 是让他听得见 而前面那个 不让后面的人 能够听得见 但是又是 在这种气氛之下 你应该怎么说 后来我重新录了一遍 他就在棚里不走了 把录音棚关好 我就录 然后毕克老师说 你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就遵令 我喜欢你 你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喜欢你 他是一种内心独白 我喜欢你 但是还带着一种 你赶快跟我走吧 别多问 有点克制 克制 自己 然后还有一个 你跟我走 你别烦了 有这么一个情绪 后来我就明白了 配音演员 真的不是展示自己的声音 展示自己的一个小调调 我咋不咋 我美不美 而就是要展示角色 此时此刻 他需要什么 他这个人在这个时刻 他一定会是怎么的 所以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非常严格 其实 我喜欢你 也可以过呀 观众绝对不会因为 不对 这个我喜欢你 不应该这样说 观众肯定 哎呦 怎么那么好听 但是老头子绝对不让你有这种自我意识 你的自我意识也是跟着角色的自我意识走 绝对不能是配音演员自己的一种意识 你承不承认陈老头对你虽然说大部分都是认可 但也有那么一点点偏爱 你说他偏爱吧 他还真培养出一些人 但是当有一些被他培养出来了 他觉得你这个人走不远 他会对你一刻也不放松的来说你 那你那个戏要那样配可能就怎么样了 因为都害怕他嘛 会觉得他对我怎么那么苛刻 其实苛刻也是对你一个品行的一个遏制和指点 到最后还是希望你做一个好的配音演员 能把这条路走得长一些 他有特别不认可你的时候 也有 有一次配了那个苦海余生 我跟老头说 我说老陈这个角色我真的我配不了 我真的不能够理解这么有学问的一个人 遭到纳粹迫害以后的他的这种心境 而且他发火没地发就冲着他老公发 我这个心里边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我没有这么一个储存 我就不敢配 然后陈徐一说 这个让你配了你就配 不敢配的戏你配好了 这个进步就更大 那等到配完了以后 在鉴定的时候 我那个紧张啊 就怕出来的效果是另外一个效果 果不其然全部重录 那得是多大的功夫 是啊 那个时候录音没有 关键人情感要重新来一遍 关键人情感要重新来一遍 因为他说的时候没有具体 说明他心里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然后我说能不能换人 脸一板 不换就你 然后我就请请教苏星 但是真的入不了戏 但是真的入不了戏 就是有一段叫 他就说 我这一辈子真心爱过的女人就是你 然后他听了也不开心 就刺得她 你哪有这么伟大的 这个叫一个伟大的 一辰不染的 你哪有那么一辰不染的 还叫一个那么高雅的名字 我当时是伟大的 一尘不染的 经过这一条教以后 然后老头又说我这场戏是 割靴抓痒 然后我坚定不移地 找准这个人物 这个时候在吃醋 然后我就把他换作是我呢 对吧 我知道 他的那种内心深处的 对自己丈夫的 死都要死了 还抓着他小尾巴不放 那个劲儿 其实在撒气 所以我配完了这个戏以后 接着没多久就配了 卡桑德拉大乔 那个Janiver 那个索菲亚罗兰演的那个角色 配完了以后 老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我 但是他非常满意 跟我说了一句 没有苦海余生 哪有卡桑德拉大桥 卡桑德拉大乔 你配的都是正面的吗 你配过反面的角色吗 对啊 有一次配了海狼的 克林威尔夫人 然后副队完了以后 我就特别兴奋地说 太棒了 我总算配一个坏蛋了 因为他是特务嘛 他是反方的 然后我特别高兴地 说了这么一句话 陈厂长非常严肃地 整理好东西以后 到我的办公室来一次 行 完了 不知道是什么事 感觉不妙 感觉不妙 我叫你来 什么事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 干嘛要叫我过来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来着 我哪句话说错了 你刚才说你总算怎么样 我说我总算配一个坏蛋了 就这句话我要告诉你 配音演员切记 我配的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个角色 他是一个特别有信仰的人 特别有事业心的人 也特别有充沛的一种情感的 并不是冷血动物 千万不要把它配成 我们概念当中的坏人 知道吗 受益匪浅 要不然我配出来的东西 不会是这样的 可伦伟夫人 有什么事要找我吗 满娘 我的赌运亨通 我今天赢了不少钱 这可太好了 恭喜你了 你知道我还会回来输给你的 可现在我太高兴了 满娘 我想送给你一点小东西 不 我不能收 为什么 你一定要收 可是夫人 我从来没送过你什么 满娘 你收点 就说这都有高人指点 他没有具体的告诉你 知道你在技巧上各方面 你是可以的 但是我从道理上来启发你 你听他说 跟你父亲之间 在工作上的种种碰撞 我感觉他才是老厂长的女朋友 很好朋友 因为他欣赏的是这个人的才能 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就是在你一个个故事 这样沉淀下来 陈旭一的这种形象 渐渐地丰满起来 我们再来看几张 陈旭一老师的照片 这个左边这个是你吗 对 这个是我 这张照片呢 因为要过年了 那我们组里的这些女同胞呢 都想跟陈老头拍一张照片 她是不愿意拍照片的 因为以前也发生过很多事情 人家报社的 在她年轻一些的时候 去采访她要给她拍照 采访和拍照是演员的事 千万别找我拍照 招老头子一个不拍照 她就是都蜿蜒谢绝 然后这次呢 就老苏来跟我说 小丁 看来只有你能够说得动他 我们一起照个相 你看这张照片 其实是可以看出人物关系的 就你敢坐在那个扶手上 你看见没有 不 人家位置站好了 不不不 陈老头 你是笑得最灿烂的 也是坐得最放肆的 所以可见你在陈老头心目当中 他是很欣赏你的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我心想老苏让我去叫 我就叫呗 我说陈老头 跟我们四朵金花照张相呗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把我女儿也叫来 变五朵金花 我女儿那时候很小 那个女儿说 我不照 我不照 我不要照 就逃掉了 然后我们就四朵金花 她说好啊 可以啊 就照了一张相 哎呀 就老照片啊这是 老照片 1992年4月24日 陈旭一先生因病去世 享年75岁 虽然他并没有像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一样 倒在话筒前 却是在床上看剧本时突然昏迷 弥留之际 女儿依然看见 她的手指还在床檐上 一下下敲着数音节 她在病重的那些时间 弥留的时候 她有给你一些什么话吗 没有 她就跟我说 因为她那个时候这切开了 全喉切开 是喉癌是吗 喉癌 她就在那个体板上写 写 因为你正好出去给她买东西了 照顾好小鱼 就是她 照顾好小鱼 然后后面写了一个英文的 Thank you 照顾好小鱼 当时还不知道她走得那么快 在她生病的时候 其实她蛮脆弱的 开完刀她不能说话了 她开始从来没有表示 只有一天 他们电视台也来了好多人 厂也来了好多人 我爸爸拿着那个写字板 写了四个字 从此无人 然后还拿着那个笔 在那板上戳 但是 在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 金灵电视台的一个年轻编导 她说了一句话 她老头 你最精彩的话都不是你说的 是你写的 她那个切除以后 到我们厂里还做过一个片子 我当时是意志导演 然后她就跟我说话是没有声音的 我就通过她的口型 我就知道哪段戏谁 那句话说的不够给力 然后很多人都觉得 她在说什么听不懂 只有你听得懂 只有我听得懂 然后她就特别开心 老泪纵横 拿那个题板就写了 知我者小丁也 你看她平常对我 真的也是非常的严肃的 但是她在关键的时刻 她会把她的对你的不满意 和对你的满意 她都会说出来 她不能说了 她还能写 她真的是一个 不爱打扮自己 而打扮了大地 她不愿意在事业上出名 但是她让所有的演员都出了名 是特别有一种高尚情怀的人 所以说起她的名字 可能我们就会想到 什么叫情怀 什么叫事业 什么叫培养 什么叫忘我 什么叫奉献 叫并楼 知道员 什么叫做员 谁会想到 什么叫做员 什么叫啊 所以我能说 我不能想像 她的一招 他走的时候 你会哭成什么样 你送了他最后一程吗 我在北京参加一个特殊任务 告别仪式我不能去 这是我一生当中 我觉得真的 这是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情 我可以不参加他 可以不参加他 但是我最不能不参加的 就是陈勋先生的告别仪式 所以我在心里面 一直是一个结 我有很多次见到小鱼 我想跟他赔礼道歉 你当时生他的气吗 不生他的气 但是我告诉你 有人借着这个事情 还最喜欢丁建华 你看告别仪式东西 肯定有人这样 我是听到很多人 在传来传去 唱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怎么怎么 我当时只要有人告诉我 人家在说你怎么 我回到家就啪在桌上就哭 真的很自责 我要一开始 我就不答应这次活动 我根本就压根就不去 该有多好 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反正 父亲那个地方 我是自己一个人 偷偷地去过两次 我觉得我父亲做得最好的一点 就是他对厂里所有的人 不像人家说 现在都传八卦 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人一句话 对他好的 对他不好的 对 就除工作以外的话 对 而且我们一直常 你说这么一些人 几十号配音演员 还有翻译组十几个人 我们就这些人就成天 在一起配音 这个大家切磋 难免有一些老和小之间 或者差不多年龄之间 有一些隔阂啊 或者一些不理解 或者一些误会 但是所有的人 只要说到陈徐一 重口一词 我们爱陈徐一 就这样的一个人 如果在你身边成为你的领导 成为你的亦师亦友的 这样一个人 的确会让你这辈子都难以忘记 我们说了这么一大篇 三位老师 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多少年了 透过屏幕 您的身影一出来 我就知道是 哎呀 这是丁老师的身影 你看我们这种小粉丝 在遥远的角落里 已经崇拜了你很久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了 这个了不起的声音背后 有另外一个伟大的人 他正是有这么丰富的学识 和充沛的人性 和对情感的洞察 他才能够从容地驾驭 自己所有经历的 每一个艺术作品当中的人物的解析 并且把这种了不起的解析 灌输给你们 最后提供给这个世界 那么多了不起的作品 这个作品是一个时代 像在我们成长的时候 上海电影一直编长 那个片尾的那几个字 都在我眼里看起来是放着光芒的 因为你知道在当时的这种 百废戴新 在这种文艺复苏的状态里边 那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文化的资源 那些声音 那些特别了不起的片子 和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那种故事 现在我今天知道了 它是有源头的 从您这儿来 从您父亲这儿来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眼神异常坚定 灵魂熠熠发光的 男人的 他的大脑里面来 一个人 一个伟大的灵魂 真的是可以创造这样的一个 灿烂的精神时代吗 我想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 非常感谢 我先表白一下我的偶像 丁老师 就是我是学播音的 乔真丁建华老师的这个名字 就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是神一样的存在着 我在读书的时候 就是一直模仿 二位老师的这种朗诵 尤其是您的那首《志向术》 如果我爱你 就是那个爱 哎哟 就弥漫着我整个的学生时代 绝不像攀岩的林霄花 借你的高知 炫耀自己 所以您刚才讲说 陈老师是您生命当中的灯塔 其实您也是我们很多这样的学子 生命当中的灯塔 而今天有幸坐在这儿聆听您的故事 真的是太激动 然后也很感动 但其实我也很难过 我一直在想 如果陈老今天来了 坐在那儿 当您讲述那些鲜活的故事的时候 它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他会说 对啊 那个时候那个小姑娘就是很聪明啊 或者他会哈哈大笑 我一直脑海中都 浮现着这样的画面 但是通过两位老师的描述 我们认识了一个非常鲜活的形象 陈老他 工作有方法 做事有原则 做人有温度 尤其是您讲到的第一个故事 一张堂纸 多么小的事 您在讲述的时候 一方面我觉得 您很想念它 另外一方面 当您说到 他对清洁工人的这种尊重的时候 当您说到 他对整个厂子的热爱的时候 我觉得那就是高尚 他对您的那种指导 对于事业的严谨 才会塑造出 今天坐在我们面前的 让大家都那么喜欢的一个 殿堂级的伟大的配音演员 很感谢二位的光明 让我们聆听了一个很伟大的故事 就是一个小草 对于大地的情感 依恋而热爱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世恩难忘 永明于心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从16年开始 我们有个热词叫 工匠精神 什么叫工匠精神 我们一直说什么叫工匠 有人认为工匠精神 指的是我们的专业技术工人 指的是我们的制造业 我觉得这点不完全 工匠精神指的是 我们每一个行业的人 持之以恒 耐心专注 爱港敬业 守正创新的精神 它是一种中国人的 优良的职业道德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您的身上体现的这种工匠精神 包括我们说 您的这些前辈 您的同事 他们在这个行业中 体现的大国工匠精神 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 应该让我们静下心来 向你们学的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恰恰是 请您来的 带给我们最深的心灵的感受 谢谢您来了 谢谢 今天的这份感恩 要更厚重一些 陈老对于您来说 不只是伯乐 还是良师 是义友 甚至还有一丝父亲的色彩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 面对着您的感谢人 您有什么肺腑之言想说的吗 那次在北京 有一个特殊的事情 我也没有参加 陈徐毅老师的告别仪式 我一直遗憾到现在 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 所以我就说 也是请你能够 他虽然没有太多的来 对我这件事情不满意 但是我的心里觉得 如果是我 我会不舒服 所以如果哪怕 你有那么一丁点的不舒服 也请包涵包涵 其实陈徐先生 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其实最该感恩的是我 确实翻一片场 同人 他一辈和年轻一辈 给了他太多的温暖 其实以前谁都不知道 陈徐毅 在他去世以后 是他们所有人的 口口相传 住书立作里头 说到陈徐毅了 谢谢 他很幸福 他做了一个 他最喜爱的事情 而且做了一辈子 而且有这么多人 还爱他 非常爱他 非常 我们一起续衣 今天还有礼物 来 有请工作人员 送给小鱼一条羊绒围巾 然后呢 这条围巾的颜色呢 确实是我精心挑选的 披上 披上 因为紫色 代表一种爱 深紫色 那就代表深深的爱 留着吧 别累了 他舍不得带 这是个分别的东西 对 我为什么今天没有愧疚啊 我从来没有心里说过 但是我心里觉得不舒服 我心里只有感谢 默契 默契 心里有就够了 对 没办法 丁建华老师的声音 本身就是一种传奇 今天既然故事听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有请丁建华老师 给我们展示一段 施朗诵 来 掌声欢迎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作者 舒婷 我是你河边上 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线着疲惫的歌 我是干瘪的稻碎 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泊船 把欠绘 把欠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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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迷惘的我 深思的我 沸腾的我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